为了加强民众相关征水水资源的观念 水利局将免费提供民众来索取节水的垫片 究竟要怎么使用呢 水利局告诉你相关的省水撇步 虽然梅雨带来不少雨量 但汉象危机并不是完全解除 只是暂时获得舒缓 连口居公所持续宣导节约用水的方式及优点 呼吁民众节约用水可以从抽水马桶洗澡设备和使用习惯改变 获得明显成效 从4月8号开始林口区执行第三阶段的限水公五停二的措施 每个礼拜三四都会停水的资讯 这个停水的部分会对大家在日常生活上多少都会产生了冲击 所以我们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提供了一些家庭用的节水垫片 免费的来给我们的市民朋友索取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公所的一楼服务台来索取 由水利局提供的省水小庙方节水垫片 民众可以将垫片放置在厨房脸盆水龙头以及浴室脸膨头中 缩小水流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凡是一小处着手日积月累之下就可以节约大量的生活用水 这个节水垫片的组合可以运用在我们一般家庭里面的厨房 还有浴室的联盆头以及面盆来使用 这个组合里头也有简单的说明书教大家怎么操作 非常的简单 欢迎大家来公所索取 目前在公所二楼金剑客柜台有提供免费的节水垫片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欢迎市民朋友勇约索取 毕竟节约用水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也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都能爱惜水资源 永佳的记者林口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